那天确实没有事好 那你就多吃点 可以啊 还有老味道 儿子 妈妈最近脾气有点急 对你呢 逼得是有点紧了 你不怪妈妈吧 那就好 我 我跟你爸商量了 昨天你带回来的那女朋友啊 我们觉得挺好的 虽然你的女朋友啊 有点与众不同 但是她说的话挺有道理的 她年纪也大了 既然我们跟人家谈恋爱 那就要对人家负责对吧 我打听过了 现在办婚礼啊 要提前半年才能订得到啊 真是的 结婚还要排队 我在想呀 我们就不学人家那套什么 查看黄道吉日什么的 对了 对了 妈妈找了几家酒店 你看 这些都是三个月内有空位的 你喜欢哪家 你看看 妈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你说你们俩 同意我跟秦氏结婚 我还是觉得可以再考虑考虑 同意 完全同意 虽然小秦律师 并不太符合我们家的这个标准 但是 结婚是你们两个事 你们只要觉得喜欢 那就是真的好 妈 你这个 不打算爸爸乖了 我从小对你的教育就是说 要让你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所以呢 你这个选择妈妈完全同意 不过 话说回来了 结婚是你们的事 但是妈妈还是有一个条件 对 有条件就对了 妈尽管说越多越好 我的条件呢 其实很简单的 结婚呢 真的是一件大事情 我们在形式上 可以不要搞那一套 但是感情不能开玩笑的呀 俗话说 相爱容易 相处难 所以呢 你们要抓紧一切机会 好好地相处 万一发生问题 可以及时地沟通 解决 妈妈挺开明的 你就放心大胆地去 你就放心大胆地去 我要去拿一下我的行李 抱歉 我 我忙忘了 这样吧 你要是不着急的话 我今天下班了给你送过去 好吧 那就麻烦了 邵总 今天早上你说 觉得洛威玉兰有问题 是有什么问题啊 没事 你别有负担 咱们就随便聊聊 是不是他们最近 有什么官司要打呀 这我倒没怎么了解 不过如果你想了解 这家企业的话 我可以教你一些办法 你旁边有电脑吗 稍等啊 你打开一下 洛威玉兰的官网 左下角有个洛威的链接 打开了 没什么问题啊 看起来就像是 子公司跟母公司 问题就在于 这个洛威玉 根本就与国内 没有任何的合作项目和分支 我之前就检查过 这个洛威玉兰的网站 无论是设计 还是企业名称 还是新闻板块 它都在暗示 它与洛威有合作关系 但又没有直接表明 它与洛威有合作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洛威玉兰的客户 知道这两家公司 没有关系 就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有人刻意隐瞒 甚至误导 那就有问题了 如果投资者 他们以为他们投资的项目 是由外国公司在操盘的话 那么问题就大了 你觉得 蓝总知道这件事吗 这我不了解 杨华你以前 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不重要 你还是关心关心 骆维玉兰吧 当然是我多想了 哈喽 什么事情 晚一天有情侣时 你还要多久到啊 多久 你的行李 你的 你不会是忘了吧 我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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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有有 不是不是 我 我现在 这边还有点事 你能不能自己来哪一趟啊 好 去你的律所还是 不是不是 来我家 我给你发地址 好好好 先不跟你说 都关你什么 你 好 晚上好 请进 时间不早了 我拿个行李去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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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行李还在车里没拿上来 你要是不着急的话 你可以进来喝杯水 不好意思 我们家没有拖鞋 你的酒 你的酒 刚才磕了一下 已经处理过了 请进 没什么人来 没什么人收拾 那个 你喝点什么呢 咖啡 还是 喝水就好了 喝水 这边 这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请坐 你在看洛伪玉兰的资料啊 就是因为在查这些资料 所以没有给你送行李 不好意思啊 谢谢 你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金融 证券金融啊 那财务报表你会看吗 年报 股权书 我投资说明 能会啊 杨华 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 我呢 找了所有跟洛伪玉兰有关的资料 我一点问题都没有看出来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 问题 应该就出现在这些 我看不懂的财务报表里面 我们律所马上要跟女企业家协会签约了 如果洛伪玉兰有问题 那这个蓝总就有问题 这个约就不能签 那我总不能说是因为我靠着 直觉 去推翻那么大的一个客户吧 你是不是能帮我看看啊 需要多久出结果啊 明天上班前 明天上班前 你看你啊 尽快 现在是晚上十点到明天上班前 应该可以 真的 只要明天给我添乱 怎么了 你有什么条件 没有 以我对你这段时间不长不短的了解呢 我不觉得你是一个爱凑热闹的人 你一定有求于我 没有 你有 我没有 你有 我真的没有 你有 我有 这样吧 我先帮你看资料 看完资料 再说我的事 看你能够帮上忙 好吧 你还怕我不扔账啊 我知道你不会 你不会 你可以去休息了 好 我还是陪着你吧 我还是得看着你 要是不行 我也来得及随时还方案 随便 你有咖啡吗 你要什么牌子 随便 越能越好 还好那个人是你 这一定是命运的赞誉 即使是错误的出场实际 也没阻止 你和只害怕的定律 一句我爱你 里面的垃圾 吨了一句 我还是想要的 你不想要的 不想要的 果然是时机低震都雷倒不动 月亮星星闭上了眼睛 今晚会跟着你 抹蓝地色 特调了爱情 要不叫醒他呢 秦律师 醒一醒 秦律师 既然老妈独 我不会真的跟秦氏在一起 趁现在拍个认证照 应该是最好的范琴 天哪洋花 简直太有才华了吧 别动 秦律师 你听我解释一下 我其实是想拍张照给我妈看 怎么 上次去完你们家还没打败她呀 好像还差那么临门一脚 昨天说的条件就是这个吧 还差哪一脚啊 我给她补上 看来你妈妈很了解你呢 你对于对手的预估跟我也差不多呀 怎么样 是打算明金收兵还是继续战断啊 开工没有回头剑 好的 那你来说说你的计划B吧 什么计划B啊 你上次自己说的呀 任何事情都有两套方案 这不是还需要仔细思考一下吗 我妈这个人她 我当然有个方法想不想听一下 什么方法 手机给我 妈 我们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我们十分赞同你的想法 你放心吧 我们会过得很幸福的 杨华会把我照顾得很好的 是吧 拜拜妈 爱你哦 好了 你把这个发给她吧 这脚才够 那要是还不够呢 还不够 只能奥印了 那你今天就搬过来呗 这么搬过来啊 出招呢要虚实结合 一个小视频肯定不能当成大招 她万一来查岗怎么办 你妈妈那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呢 不把合租坐实了 她是不会认输的 是啊 那 是不是 不太方便 你跟我来 这里是我的书房 我一个月也进来不了两回 那应该可以睡觉 其实我家就是我睡觉的地方 平时家里没什么人 咱俩见面的机会应该不多 我原来找市场家给你付房租的 真不用 我估计你在这儿住不到一两个月 你妈妈就崩溃了 不行 一码归一码 该付还得付 你真不用这么客气 你昨天晚上忙活那么久 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呢 有什么发现 我尽量让最简单的语言 跟你解释了一遍 你有什么看不明白的 你再问我吧 你一晚上总结了这么多 你确定你总结的这些没错吧 关于金钱的数字我没有错过 谢谢 我先出门上班了 家里密码是000725 这个家的东西你可以随便用 就冲你刚才为我写的这份报告 你在这儿住一辈子都没问题 我 我走了 拜拜 我应该不会说太久 我真的很快 你会不会说太多了 算什么 小心 你你要稍购 我 我 我 你 你 我